你看那個 柯文哲現在目前三大案 北市科 然後台志光跟那個金華城 那陳志涵啊 黃三都 努力要幫柯文哲解釋 就只有黃國昌都沒有講 黃國昌應該霸王的柯文哲趕快關進去這樣子 怎麼會有這麼蠢的事啊 但我其實我上次沒有講 這個黃國昌要怎麼講 黃國昌其實也不是那巴黎沒有在市政府嘛 那沒關係 因為雖然你講過了 這個還是讓你再回應一下好不好 我簡單這樣講啦 就是說 作為一個有法律背景的政治人物 他們在搞什麼 從我的觀點來看 太清楚了 為什麼說太清楚了 不管是北市科還是金華城 我必須要老實講 全部都是在潮冷飯 就案想要熱潮 那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這些案子之前 台北市議員其實都有在議會裡面 質疑過 但事實上柯文哲就解釋得很清楚 在市議會解釋得很清楚 就沒了 最近這兩個案子為什麼會起來 其實是因為台志光的案子 是台志光的案子 台志光的案子起來以後 讓柯文哲離開台北市府留下的那最後一封公文 勾結財團 勾結財團 在坑殺納稅人的錢 這件事情被突顯出來以後 發現什麼 發現藍的 綠的 都有 牽涉其中 那這個時候 他們要怎麼樣微微就造 微微就造的方式 就趕快去扯其他的案子 想要去破壞柯文哲的人設 把他給拖下水 我自己在旁邊的觀察是這個樣子 那這兩天 因為有民眾 跑去台北地檢署告發 任何民眾跑去台北地檢署告發 檢察官分案 就一定要分案 他不分案就吃案嘛 他是分他字案 只要有人去檢舉 有人去告發 檢察官什麼 就要分案 那分了案了以後 媒體上面操作 把柯文哲寫成貪污被告 那這個政治上面的操作太明顯了嘛 今天一個路人家跑去台北地檢署 去告發蔡英文 去告發承證人 他們也什麼 會分他字案啊 對 但是一查沒事就簽結啦 對啊 那這種 你說從法律人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光看了我心裡面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嘛 但 他們在進行政治跟媒體上面的操作 他們就是要去 就是要去蒙騙 或去誤導 不了解整個事件原委的一般的人 所以什麼 所以今天報紙上面是顯示貪污被告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事實上是想要摧毀柯文哲的人設 但我今天在記者會 坐在主席旁邊開記者會的時候 這些事情的細節 我雖然不是很清楚 但我這段時間花了一些時間去了解 我真的覺得他們在講的事情真的太好笑 譬如說北四科的案子 說什麼洩漏 全力金的底標 對 你如果 要去潑墨 請你也 潑份啦 請你也做了專業一點 那個全力金的底標本來就是公開資訊 公開資訊你說他洩漏底標 我光聽那個議員提出這樣的質疑 我就覺得這個議員是 是專業程度有問題 還是專業程度沒問題 擺明的就是要造謠聲勢 不管是哪一個 這個攻擊從我的角度上面來講 就是可笑 太可笑 第二個 我從加入台灣民眾到現在 我算是很近距離在觀察柯文哲 所以我公開講過 我絕對相信柯文哲的親戀 我絕對相信柯文哲的親戀 要不然的話 如果真的像他們講的那個樣子 我還要那麼辛苦 我還要上網開直播 搞那種小額 小額捐款 那個事情是從我加入台灣民眾黨到 我現在當台灣民眾黨的立委 我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 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 我加入台灣民眾黨沒有多久 我為了要幫他們辦什麼 就是民眾開獎 辦民眾開獎 我雖然我辦活動 用錢是用得非常省的 非常非常省的 我就嗆民進黨 我嗆好幾次了啦 你們辦一場活動多少錢 明細開出來 我辦一場活動多少錢 明細開出來 我嗆你不敢 我笑你民進黨不敢 我笑你民進黨不敢 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我要透過網路的小額捐款 來幫這個政黨辦活動 然後你跟我說這個人 然後你把想要摧毀他的人設 說他會貪污 我老實跟你講 我絕對不相信 我絕對不相信 那國昌在後續的 因為現在目前總是他分案嘛 他治安調查 你跟三安都是律師啦 就在那個整個的司法工房上面的話 你會擔心他 這不會 我老實講 這不會有什麼司法工法 因為牽不到他 他沒有 他沒有做錯什麼事 現在是這樣齁 台治光是有一個市議員被收押 是 那你說有問題的是藍綠的議員 不是他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議員他自己當然有事情 對 你說後續啦 大家會擔心的 然後 新華城雖然現在 這個簽案他治安調查 是 你也覺得說所謂什麼貪污被告 你完全覺得不會有問題對不對 絕對不會有問題 那北市科呢 因為北市科因為是星光人獸 可能大家講說無信銀家族 對 但是 你要把那個原文弄清楚 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三個地方綁成一標 對 綁成一標金額太高 2019 2020 2021啦 然後根本就留 就留標嘛 大家回去看那時候台北市議會的討論 台北市議會還有議員講說 綁在一起留標 你要趕快處理啊 怎麼能不處理呢 所以那個時候因為三標綁在一起 金額太高 所以才切成什麼 切成三個 切成三個了以後 他那個是 是秘密的在找廠商嗎 沒有 那全部都是什麼 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 據我所知的是 應該是T17還是18 我搞不清楚細節啦 去領標的廠商 有好幾家 但最後只有特定的廠商去投 然後你說要去印籤者 吳欣寅跟星光人獸 外人不知道可能會被誤導 從我的角度講 我跟你講 超級爆笑 為什麼超級爆笑 吳欣寅當我們台灣民眾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如果星光人獸是我們的金主 是我們的靠山 我辦活動還要這麼累喔 我們還要去小額募款 而且最後 吳欣寅總統辦公室 他事實上面 他那些支出 其實都還是靠柯主席 他不是跟星光拿錢 根本沒拿錢 是在外面募款 去cover那個費用 所以你說 要去惡意的牽扯星光 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我老實跟你講 太可笑了 太可笑了